来源,《太悟士》暴作者,麦比金森导读,曼联前风鲁坎库,在此暴露自己不靠谱的本质,其表现与曼城门将埃德森形成了鲜明对比。 曼士德比大战中曾出现如此一幕,一名后撤中的曼城后卫,把皮球讨帅的朝自家门将埃德森的方向传去,这引来了一批曼联攻击手的围追,老特拉夫德瞬间开始倒动起来,爆发出德比战所独有的热烈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门将通常都会选择弃门而出,用尽全力将皮球踢向远方。 然而这位来自巴西的年轻门将却没有这样做,他展现出娴熟的控球脚法,这恰恰就是曼城主帅瓜比奥拉最为欣赏的技能。 也正是凭借这种能力,埃德森才能引领曼城打破了英超史上最长的该赛季连胜记录,16轮好取46击分。 红魔球迷指望埃德森军方失措,但只见他潇洒停下球,沉着的抬头看了一眼,并没有盲目太大脚,而是从容将球转移给了队友。 曼联奢望带来的紧张情绪,仿佛落在地上的血花一样瞬间消失了,输给近期是投强镜的夺冠头号热门曼城。 对于曼联而言,似乎算不上其耻带辱,但在梦剧场担着所有红魔球迷的面,让大家看到几个月前花7500万英镑买来的前锋,其脚法和心态都赶不上对手的一名门将时,他所带来的沮丧感和耻辱感,则让早已压抑许久的红魔球迷难以接受。 德比战输了,连赛夺冠的希望也几乎化为泡影,老特拉福德上空弥漫着苦碎味道的空气,这场失利对于那些在赛前赌定穆里尼奥的招数总能在大场面比赛中管用的支持者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毕竟按照曼城的标准来看,在这场曼城的标准来看,在这场曼城德比中,蓝热凉西的其实也不算特别出色,即便是比赛结束后,曼联将帅也没有找回久违的冷静。 据报道,穆里尼奥进入曼城的更衣室,要求埃德森和其他曼城球员小点声庆祝,结果有人把牛奶交向了曼联主帅,随后就是一阵骂战,刚刚已到二输球的曼联,可谓输球又输人。 面对强队时,姆卡库夫就表现糟糕其实,曼联球迷在前就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知道在穆里尼奥VF瓜迪奥拉的争斗中,自家正扮演一个负面角色,但他们对于这场德比战依旧充满了期待, 尤其看到主队出人意料地排出一套主打进攻的首发阵容时,他们希望能利用紧张,激烈的气氛作为武器来摧毁对手,但这种期待,很快就被曼联前30分钟粗糙,而盲目的表现所稀释了。 相反,每当曼联球员传出一脚烂球时,都会引来曼联球迷的道歉,看到以德布劳内和喜尔婉为代表的曼联球员始终都能像逛自家后花园那样,出没于红魔腹地时,现场的主队球迷愤怒不已。 穆里尼奥强调,将大量球权让给曼联,也是比赛计划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看,曼联执行的可谓相当出色,在与此同时,他们却没能按照既定计划实施出足够强力的反击。 赢下德比战,曼联球员赛后肆意庆祝这场德比战无疑会令曼联风发卢卡库感到更为郁闷,赛季初期,前期门联赛打近七球的比利时裹脚是何等风光,当时所有人都相信,曼联终于有一位靠得住的中锋了。 然而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卢卡库却彻底迷失了,各项赛事十次场比赛中仅仅败进两球,上个月课程赋于借尔西一役中,卢卡库更是奉献了禁区内领出球的单大表现。 这次对阵曼联,卢卡库总算留下了三个禁区内处球点,并险些制造比利进球,他的强点射门极具威胁,但还是被曼联门将埃德森又动为神勇的两连夫所化解。 总体而言,卢卡库此意的表现让人极度失望,埃德森间连挡出曼联的两脚毕竟之球有些失望是难以通过数据来体现的,比如被寄予厚望的卢卡库,仍旧未能洗刷掉关键比赛软脚瞎的臭名声。 没错,曼联队友给予他的支援力度确实很差,但比这更差的还有他自己的小法。 之所以说卢卡库度过了一个极度失望的夜晚,主要原因还在于其身处本方禁区所做的特殊贡献,他居然助攻对手打进了两球,上半场他试图跟奥塔门迪争顶时,又胸部把皮球中给了对方球员大卫席尔瓦,导致丢球。 下半场他的一记右脚解围又犀利糊涂的砸在斯莫林后背上,白白让奥塔门迪捡了个便宜。 曼城打进的两立进球换似都有运气成分,而且在赛后还有人揪住主台叛奥利福的几次叛罚不愿放手。 但从全局角度来回顾,我们觉得瓜迪奥拉赛后的评语没有一点毛病。 他说,我们赢了,因为我们踢得更好,伯格巴的解禁归队应该能提升曼联的表现。 今天的表现就证明了他们确实缺少一个像伯格巴那样的指挥官,那种可以通过控球来稳定军心,却保中场由畅运转的球员。 相信本赛季的某个时间段里,卢卡库应该能重新找回进球状态,又或许,下半场替补出场的一步,在赛季下半程也能找回久违的竞技感觉。 但昔日能让曼联球迷在老特拉福德感到血脉喷张的激情足球,却似乎不复存在了。 而眼下,我们只能看到,曼城通过德比战的上半场取得了75%控球率,传球次数是主队的5倍。 曼联的传球成功率勉强才能达到50%,缺少伯格巴,对曼联中场影响巨大慕里尼奥说自己不关心这样的数据,而在前的曼联球迷考虑到两队联赛积分有可能被拉大到11分。 所以他们就接受了一个现实,曼联可以用任何手段来试图赢得3分,哪怕是1分。 但昨晚在梦剧场的场内和场外,所有曼联人的希望全都落空了。